再来带您看到 大陆企业阿里巴巴和猎豹 来台说要帮台湾年轻人找出路 用创新之名投入各一亿新台币挖角掠财 引发切借学者抨击 趋势科技执行长陈一华就怒批 雷军这样的抄袭公司根本谈不上创新 而青年世代的陈维廷也在平面媒体上投书 质疑动机不良 我们带您剖析马云以及雷军起家的背景 还有台湾青年世代对陆契生橄榄枝 有什么看法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去年12月15号来到台湾 同时陆契的猎豹集团 董事长雷军执行长傅盛 也在一个月内接连向台湾优秀人才 挥舞招手 有机会我们想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做台湾年轻人去大陆学习创业的基金 无论是加入我们公司的体系也好 加入我们的生态系统也好 台湾台北设立我们的猎豹创业基金 大概我们先期投入比如一亿的新台币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创业 台湾薪资结构特异 2014年台湾人才竞争力全球排名为27名 但截至2014年10月的资料显示 台湾实质薪资平均为46032元 倒退16年 离于1999年的时期 台湾工时更是居于全球第三 就业环节扭曲成为陆器 掠夺人才的漏洞 挖一些智慧型手机 以及甚至IC设计的人才 薪资当然很多都是标榜 用台币直接换成人民币 大概四到五倍的薪资 而且是整个团队挖过去 除了挖走在职者外 鼓起抢人才的第二步 就是锁定具备创意与点资的新创团队 以天使投资人光环 抛出一两亿作为前期资金 测试台湾人才市场水温 以投资的方式去产生一个 以列爆为核心的这种 比如说生态链 副生态玩这个游戏 基本上它即使没有成功 它用两亿挖了一堆台湾人才过去 它也是没那么亏 对我们的人来讲 反正大家都在这边 我干嘛花两亿来挖 你把这个在这边 以商业活动为包装 对台湾育才创新 下直到其极大争议 局势科技执行长陈一华 接受媒体专访 怒批已抄袭起家的小米盒猎豹 不可能创新 也不会培育人才 还表示猎豹从最早金山时代 就一直抄袭取市的产品 而这样的公司抄惯了 却不会有创新 如果创业认为靠资金就一定成功 创业就已经失败了 我刚才说这些是象征行为 一亿元不能改变这个事 台湾真正在做青年创业的这个钱 是上百倍于此 就连日前已经辞职的前国发会 主委管周敏也忍不住摇头 表示台湾每年协助新创成功的团队案例相当多 软不到入气 直指点点 而相较于企业界与官方态度 台湾年轻一代则是反应了极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代 就可能相对而言就是 起薪也比较贫穷 对 那他们可能如果要创业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资金这样 台湾人去那边赚钱 那个赚的钱可能还是算在台湾的 什么GDP那个之类的 只是就怕我们台湾那个人才就流失而已 相对于本地人来说 他们应该比较不了解 就是台湾自己当地的生态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拿这些钱出来 不一定能打动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打着要帮年轻人创业 这样的想法的话 可能是好的想法 可是背后有什么意涵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 可能不知道这样 318学育领袖 进大社会所研究生的陈维廷 日前图书媒体 指引马云雷军要选在此时 相继来到台湾抛议题 实际是通过经济手段 在太阳花学运后 对台年轻人 一边达到三中一清的统战目的 一边用国家级规模 持续挖角切取技术 目前台湾年轻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就是低薪 然后就业的话困难 所以它藉由大陆的动作也很快 藉由这些科技公司 来提供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搭拢台湾年轻世代的戏 以集团阿里巴巴来说 湖东 博育资本 中信资本 国家开发银行 会有中共高层与太子党背景 小米雷菊男人中共政协委员 比中共高层关系良好 学者认为包括阿里巴巴与猎豹等雾气 都不是在正常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中共防火墙封闭网络生态体系下 做大成长 复杂的党政因素绝对脱离不了关系 阿里巴巴这个它早期的时候 就是透过政府一些人为的这样的限制 将美国的例如说Ebay 其他的这些电子商务阻绝于外 也就是说它就是在一个封闭型的环境 来培养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阿里巴巴希望参与的是 帮台湾的中小企业 帮台湾的创新企业到大陆去卖货 台湾长期薪资与就业结构扭曲 让对岸露气有可乘之机 2014年IMD事件人才报告中 人才外流的细项分析 排名第50名为亚洲临近国家最糟 而更显示留不住人台的窘迫现实 年轻一代未求出路 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 往往可接受的选项不多 台湾面对来自对岸的恶意挖脚威胁 恐怕首先要从自身体质与结构变革做起 把鼓励青年创业 落实成更具号召力的实际行动 恐怕才是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好 好 仲 каче dispon欣费 对把鼓励青年创业 看出所